面前这四台车 你想想是不是你的梦想车库的样子 库里南最顶级的SUV 奔驰S级 9111 然后那一台是魅影 它来了 中国第一辆法拉利 你知道它为什么是单独的一个车位吗 因为没人敢停在旁边啊 这台车现在估值是两个亿 当年法拉利来北京就是为了转揽一圈 然后把车带走 九几年那会儿的北京首富李叔祝 留下吧 留下吧 别拿走了 怪麻烦的 就是也有人说这台车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 成功的一个代表车型 这上面的签名大概有什么萨切尔夫人啊 布什啊 普京啊 有他们的签名 朋友们一定要努力 以后也要给自己的法拉利买一个像样的耳车椅